护寒粉 大家先看见自己心爱的作品被喷 就会第一时间抛出来护寒的粉丝 那你是否知道护寒粉喜欢用某一句话反驳对方 结果确实自己打自己脸的智障做法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觉得护寒粉的反驳绝招烂爆啦 的YouTuber Guma-san 今天这一期我们要吐槽的是 无论哪部作品的护寒粉反驳对方时 有87%都会用的大绝招 不爽就不要看啦 我会吐槽不爽就不要看的这个反驳用语的原因是 前阵子我为了要做海贼班的影片 所以我就挂了很多的动漫评论考察一下网民们的评论 结果我就看见有非常多为海贼王说话的粉丝 一直又不爽就不要看回忆对方 我顾马桑表示非常惊讶 我为惊讶并不是为海贼迷的护寒精神感到惊讶 毕竟这个世界上都有了为爪丝蜘蛛又只要这种糟糕的动画护寒啦 更何况是高人性的少年漫漫海贼王呢 我真正感到惊讶的原因是 既然还有人用这种下沙拉的词语 因为只有傻逼和法西才会用 不爽就不要看法博对方而已 是的 你没听错 是傻逼和法西才会用这个法博词 其实不爽就不要看这个词语 并不是最近才有人用的 以前我人还在哔哩哔哔发展的时候 就已经看见有人用 不爽就不要看为某些作品护寒啦 当年我就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尤其是我评录某部作品 然后指出纳布动画的问题 结果我被画粉骂不爽就不要看的时候 我都会心里想着 哎呀 又有自然来碰我啦 好好笑我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这种说好像又有点拽啊 但是我说认真啊 不爽就不要看 并不是一个为作品护寒的说法 对我来说呢 它是一种自爆自弃 自打嘴巴 自我否定 并且又会为某部作品招黑的糟糕言论 因为一般上 画粉会用不爽就不要看这个词语呢 很多时候是在一个不知道要如何护寒 辩论不过别人 然后懒斗想词语法博别人 并且要迅速让对方闭嘴才会使出的大绝招 可是乌花粉却一直把不爽就不要看 当成是天下无敌无人反驳的词语 事实上它并不是天下无敌的反驳用意 因为你稍微用脑思考一下 这句话是很容易很快就可以被对方打脸啦 比如你跟别人说 你不爽就不要看啦 那对方也可以反驳你说 我的皮鲁你看不爽的话你就不要看啦 对 就是这么简单也是如此的矛盾 既然你都可以叫对方不爽不要看啦 那对方肯定有资格叫你不爽就不要看他的皮鲁啦 原因是谁叫你的眼睛去看他的评论 那你说是活该被反击自己哪来的啊 所以我才说嘛 不爽就不要看根本就是自打嘴巴的法博用词 很快的就可以请简单单的被反击打脸啦 不得不怀疑啊 现在任何作品的话粉真的是漏爆啦 而且明明有非常多法博对方的办法 为什么非得要用不爽就不要看来法博对方呢 我不明白 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心爱的作品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那你应该要用证据口才和逻辑性去讲应别人 而不是直接杀出一句不爽就不要看吧 回应对方 对我来说呢 这种就和 我不管啦 我说的就是你的串就是你的串啊 差不多一样的说法 而且你不只是会被打脸 你还会被别人贴加某某粉好霸道的标签 所以最后请各位护华粉 或者是想吵架的人 不要再要不爽就不要看来反驳对方啦 这句话真的很自杀 没有什么两样啊 除非你是抖N想让对方反击 或者是想让自己心爱的作品被招黑的话 那不爽就不要看肯定是你的首选 sorry 故马上 由于我们要上网看动漫热坛的关系 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这一期到底是在工商小 请问你可不可以伺化给我看那些 户玩法是弱的使用不爽就不要看的吗 蛤? 你这话的故事竟然就很笨啊 入肺的舞蹈根本就是不合逻辑 不爽就不要看啦 龙珠超的故事中一层不变 还会有人追 笑死 不爽就不要看啦 蛤? 去年雪照片这么垃圾还能夺化? 不爽就不要看啦 哎呀 出出女友的内容根本就是水水水水水啊 你不爽就 可恶 说的好有道理啊 刚才这些金座石是神座 啊啦 没有这么夸张啊 是被粉色们吹捧的啦 不爽就不要看啦 包剑蛇又是三流瓦文 是给小朋友看的 不爽就不要看啦 爽生这种用只要弄把就是垃圾 尤其是人类边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不停止的动画还可以在电视台播放 简直是丢人下眼啊 刚刚我同学除了会傻苦料以外 吃到外面就不行啦 不爽就不要看啦 我以为大人解枪 那人告白后面具体根本就不好看 已经完全合原本的主题走偏了 不爽就不要看啦 哇啥的影片拉子的钥匙 口音youtube的难听 外面又不帅 还被别人收招的好像金正安 为什么还有网络看他的影片啊 呸 你不早就有继续看啦 这样我顾望商的收入就会变高啦 然后罵了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继续抱我的影片 然后我就有流料发大财啦 哈哈哈 鬼滅之人根本就不是神作啦 如果不是动画作主 加上媒体草作的话 他会这么出名吗 不要这么傻啦 你们这些鬼滅小屁孩 OK 放工剪videos了 我再来看看 我再来看看 你这个人呢 我再来看看